立法院今天確定將要延會到一月十九號 將會優先處理 攸關普罰六千元的特別條例 在省中央政府總預算 而行政院長孫昌昌也長調 只要特別條例過關 就會馬上送出預算案 經過立法院通過 就能夠儘快罰放六千元 而立法院延會也簽動了 內閣改組的旗程 總統府今天再度重申 下個階段的內閣調整 將在立法院會期結束之後 進行討論 若有定案 再上各界報告 立法院朝野黨團協商達成共識 再度延會到一月十九號 而且會優先處理攸關普罰六千元的特別條例 再審中央政府總預算 我想剛才協商的過程 大家都很清楚 只有國民黨反對先處理總預算 就是大家很誠實地面對 大家在玩什麼把戲 是鬧劇還是什麼 大家各自解讀 先審查特別條例 一一二年度的總預算 希望能夠在十九號以前 能夠完成三讀 即使一年前不能花 國民黨團還是堅持 希望儘快花 省政院長蘇貞昌說 只要特別條例在立院過關 就會趕快送出預算 若預算順利經立院通過 就能儘快發放每人六千元 不過先前蔡總統定調 立院修會後討論調整內閣 現在立院延會到農曆年前 也牽動內閣改組時程 蘇貞昌說跟總統見面的時候有深入各方面交換意見 但當務之急是希望立法院趕快完成總預算審查 讓政府能夠有預算可以為國立民 記者歐榮郭峻林 王柔廷 陳顯坤 高雄台北報導